現在要介紹的是 由四對一多工器 構成的四位元位移占存器 增值表中的 S1 S0是指多工器的控制端 00的時候 輸入等於輸出 然後01是01的時候 輸出會是輸入 輸入訊號個別項有 1位 然後01的時候是 訊號取反向 然後參考 增值表 可以設計出下面 的電路圖 輸入端 I0是 S1 S0 等於0的時候 然後 輸出是A 然後 S1 S0 分別等於01的時候 輸入端 I1 S0 輸入端 就是 代表 輸出訊號是 向右 1位 然後 4個 4個多工器 中 中的 I2 輸入端 是 表示 將輸出的訊號向左 1位 然後 I3是 表示 將輸入的訊號 在輸出端 取反向 下面 下面是用程式碼 設計的部分 主要的部分是 Case在 設定成 二位元 01的時候 Y代表的行為是 A 將A乘以2 所得的3 然後 S等於10的時候 將A 除以2 所得的 行為是 A 向左 1位 可是 這個程式碼 在 在第一領域 編輯軟體中 Compiler是不被允許的 然後就算把這些程式碼直接改成 向左移位以及向右移位 在Compiler時可以成功 可是用電路板模擬的時候 卻不能按照 0001-11的指令 個別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程式碼是設計上是有瑕疵的 這是用電路板模擬出來的結果 也就是由 羅奇灑電路圖模擬的 這是 A等於1011的時候 然後 這是向右移位 然後 這是 S1等於1 S0等於0的時候 向左移位 然後 這是 輸出端 將 輸入的訊號 取 反向的時候 然後 這個可以跟 增值表 好 相吻合 所以 電路圖 的設計部分 是正確的 是 是 有